翁旭东是龙游土生土长的渔民 有着二十多年的养育经验 而今天正是翁旭东家鱼塘收鱼的日子 不过我们刚一进到鱼塘 翁大哥就开始开闸放水 这是什么节奏呢 咱们下面要干嘛 下面那个干潭 干潭 什么叫干潭 就是那个鱼塘的水干掉 把鱼扎上来 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弄明白 就是你看这鱼塘范围也不是很大 然后要想捕鱼的话 撒网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你里面还要干潭呢 因为我们要抓那个大青鱼 大青鱼 螺丝青 它是底层鱼 碗拉不上的 一般我们先碗把那个扇层鱼 拉掉在水放干 抓那个底层鱼 螺丝青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青鱼 与草鱼 连鱼 拥鱼 并称为四大淡水鱼 常年生活在水域的底层 以螺丝为主要食物 所以当地人称呼它为螺丝青 太贵了 这就是螺丝青是吧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 它也太大了 这个算大了算小了 这螺丝青 中等 都差不多 就这还中等呢 我给它拿下来 入乎我的天哪 我就不信了 我一个人好像抱起来 两个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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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啊 刚才您说 这个鱼刚才咱抓那条 那都算中等的 它最大能长得多大 最大的话咱 百斤都长得到 百斤都长得到 每到春节 年年有鱼的美好祝福 使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一定会出现一条鱼 这螺丝青 就是龙游人节日餐桌上的那条鱼 这就是龙游人节日餐桌上的 这就是龙游人节日餐桌上的 这就是龙游人节日餐桌上的